虫童女的极致虫童究竟有多强 十亿什么时候才修炼成功 虫童女上古不败 十号从未想过能当面瞻仰神人风采 初见虫童女 十号并未看出其虫童者身份 因为她的瞳孔与常人无异 殊不知 虫童修炼到极致便会双童皈依 真正的极致虫童究竟有多强呢 十亿何时才修炼到如此境界 她心通 只需稍稍扫过十号眼 虫童女便能知晓十号心中所想 这就是极致虫童才有的她心通 完全能洞穿他人心思 料敌于仙机 只不过虫童女并没有十号那般八卦 不会轻易探查他人心思 毕竟这世间能让她提起兴趣的事物已然不多 虫童女凭借此神通 早已探知到了皇蝶之命 只不过她推演自己无法养活皇蝶 才未将他据为己有 但她心痛也有其上限所在 无法真正做到肆意妄为地窥探他人心思 但凡遇到实力相近 或者仙气护体之人 便只能捕捉到其情绪变动 无法看穿其真正所想 之后在闯荡上界的途中 十号遇见一位修成他心通的不朽者 届时的十号 虽然没有晋升真仙之境 但拥有了三道仙气护体 不朽者便无法看穿十号所想 只能察觉到他那不断变化的情绪 不过他心通也只是虫童一个辅助功能 算不上最为核心的手段 能够拥有如此霸道之效 已然逆天 逆转生死 从十亿的下落 可推算出崇童女拥有真正逆天神通 十亿的灵体早就在虚神界被十号斩灭 按理来说 她在现实中的肉身也将寂灭 但从崇童女的话语中不难判断 十亿并没有真正陨落 与十号还有终极一战 崇童女从柏林湖抢走十亿的肉身 并不是为了剥夺她的至尊骨和崇童 而是为了将其复活 十亿这才拥有了新生的机会 在上界续写不败传说 极致崇童所散发的混沌之气 应当就是唤起十亿升级的关键所在 得见崇童女后 十号对于十亿一战更为期待 她本就是一位好战者 崇童女既然认为她赢下十亿是有水分 那便等十亿修炼出极致崇童后 再将其击败 方可证明自己的无敌之道 崇童开天地 极致崇童的最强神通 乃是崇童开天地 崇童女并未亲自展示 将机会留给了十亿 十号闯入上界后 在三千周争霸赛的战场上重遇十亿 十亿的双瞳几乎合一 与常人无异 隐隐有崇童女当年的风采 一颗颗大心在其眼中转动 仿佛在演化一方宇宙 境界较低之人看着十亿的双眼 神魂都将沉沦 情不自禁地想要对其叩手 十亿从天允洲一路站来 从未有过败境 遇见十号后 眼神中无喜无悲 曾经的自信已然被她找回 十号看着十亿的神人风采 也不再觉得不可敌 毕竟她曾经亲手打碎过神话 再打碎一次又有何妨 只不过六冠王宁川 并未给十号和十亿交手的机会 她将十家血脉都是作罪血后人 扬言要彻底将其铲灭 十亿和十号联手抗敌 加上初出茅庐的情号 一门三至尊将宁川荡城斩落 这一战 十号和十亿都意识到了 二人的决战并不急于一时 他们共同的敌人太多 唯有联手抗敌 才能在上界存活下去 十号和十亿 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无敌之道 十号以荒的名号在上界威震八方 十亿并未嫉妒 一直在探寻超越古人的方法 与异域对决之时 十亿终于踏出了最后一步 崇童开天地 自古人间不见败己 她的瞳孔变得与崇童女一般无二 一睁眼 两口混沌骨剑从瞳孔中坠落而出 寝刻间便飞闪而出 一道道清响随之响起 冲在最前方的异域天骄 都变成了无头尸身 异域强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十亿 在他们眼中原本只有荒 现如今才知道还有这般神人存在 更为惊讶的是 十亿竟然是荒的兄长 那一门究竟有多么强大 才能培养出这样两位神人 崇童者的名望再次被十亿打响 最终决战之时 十亿也修到了先王之境 借着极致崇童一招便斩灭了一位堕落先王 这就是极致崇童的霸道